大家好,我是阿東 今天我們要來分享Tesla Model Y 新車開箱以及我最期待的里程實測 這個SR到底可以跑幾公里喔 我們家阿濤還在加班 不然我先進去看一看好了 奇怪,這不是我們家阿濤的車嗎? 怎麼來了一個小姐姐來交車 不過,這樣畫面好像比較好看耶 沒有 登入下定時所使用的帳號密碼 並確認藍牙功能已開啟 確認是你的名字 所有的儲存才會在你這個名字裡面存起來 所以每個人可以依照每個人的狀態 來,回到安全這裡 行車記錄器 按自動 接受 最後被按了把它點一下 行車記錄器為1小時,複寫一次 按老爸怎麼回事 他這個意思就是 行車記錄器他現在在錄了嘛 他只錄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後再蓋過去 所以如果你假設發生事故 按了喇叭 他會儲存前面十分鐘的天端 好,點這裡 同一顆滾輪 上下左右 OK 好酷喔 然後上車踩煞車是啟動 請問怎麼稱呼啊這位小姐姐 我叫Tako 說啊 這塊車牌我看就知道是我們家阿濤的車 你知道誰 我是他的就是 你們幹嘛欺負我小夥伴 我以為你會把我們彈出去 我們合開了一個Podcast頻道 然後我們Podcast叫 插一輪 插一輪 我們插了一輪 插了12歲 那我們的頻道主要是在講 插了12歲 插一輪的一些觀點價值觀 還有男女關係的一些討論探討 反正就是跟一個妹子聊天的一個過程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都可以幫我們拍 那都可以幫我們多聽 像Apple Pocket或Spotify 輸入插一輪就可以找到了 就可以找到我們聽到我們每一集最新聊天的話題 還有我們新的發現的趣事 都可以在上面聽到我們的東西 我也要找新夥伴 既然都交新車了 又是特斯拉 我們一定要來一個里程測試 沒有問題啊 目前確認的是97%的電 然後目前Trip S在16公里 你就先去忙你的 順便熟悉一下這台車 好 啊我在桃園等你 好 目前的電量呢是剩85% 里程50幾公里 59 然後今天的氣溫呢 腰瘦冷 寶芙來到了日本 超冷 真的 鬆開的那個回沖的力道 會馬上把車拉緊 這件事我還不熟悉啊 你現在是一直在踩炸車這樣嗎 對 就是我還沒有調整好放電門的那個方式 我覺得就是感覺好像快要噴出去的感覺 就是有點快要 那有興奮的感覺嗎 嗯 可能 人不對 人不對 對 可能想到燒肉會有一點興奮 但是想到 呃 就是就還好啦 這樣子 你那麼囉嗦 我等下你在那邊下車 讓你打電話叫你把鼻來接你 不要 大一輪被嫌棄 對 目前的速度呢 就算到90 我們共隔音 對啊 拍照聲啊 我剛剛這樣整路坐下來啊 其實它的後座穩定性滿高 真的嗎 有點偏硬 對啊 因為我上網看嘛 那就是人家說這台就是有點 比較丟啦 就是我們說的 避震器比較硬的狀況 避震器真的滿硬的 我覺得它的椅子的坐墊的部分太短 有一點 因為我現在覺得我的大腿支撐器沒有很高 你駕駛座也是喔 對 來學技術的 學技術 好像很簡單喔 謝謝 對 都會幼稚的男性學起來啊 用夾子就可以撥了 哇靠 這樣月薪有沒有失望 沒有 跟你老闆講一下好不好 沒有沒有 這一輩子這樣撥了幾次還越久 很多隻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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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怕 蛤 會不會怕 你說 看到蝦會不會怕 就是這個嗎 所以你會說 不會 我很喜歡摸蝦欸 那你吃幾下跟朋友出去還會放兩顆下嗎 會啊 我之前 這很棒 我如果是第一次跟女生約會 或是帶女生出去 第一次我不會帶她去吃 我有兩個東西我不會帶她去吃 一個是義大利麵 為什麼 因為義大利麵會 也會被噴喔 不是 那個湯汁 會讓女生有時候衣服 會很不自在 對 然後另外一個東西 是我覺得還要去吃 就是她說拼這樣就拍完 會噴的 對 就是會噴啊 噼噼啪啪啪的 我會盡量避免這些東西 男生在一個吃飯的場合下 做什麼動作 是加分 我覺得像是剛剛 男生幫女生烤肉 我就不用一直烤 手過來 其實很容易燙到 然後我就只要負責吃 男生主動為女生服務的這件事情 男生的小貼心 會讓女生的心裡 會覺得甜甜的喔 我問你喔 如果今天真的是約會的狀況 就欸 這個男生不錯 今天表現不錯 那 你會給他什麼暗示 讓他約你去下一場 通常我會問他說 那你等一下有事嗎 沒事 沒事 那要不要去喝個飲料 因為有些時候 就是餐廳會有用餐時間 那我就會問他說 那要去喝點東西嗎 不一定要喝酒 或者是要不要去逛個夜市 之類的 可以去玩個遊戲啊 這都是很增加的 跟他彼此之間的感情的方式 所以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當女生丟出這種 就是很 對 無傷大癌的訊號的時候 男生就是要Gate到 對 一定要Gate到 如果對方也說 沒事啊 那 不然回家好了 那 你就GG了啦 就沒有下一步了 就沒有下一步了 就真的沒有下一步了 老師可以提問嗎 請發問 那如果這個女生本身 比較不主動的話 男生要怎麼問 我的話我就會直接 所以我也會直接 吃得差不多了 那我覺得 這旁邊有一家什麼什麼店 我上次去過不錯 要不要去一下 男生可以主動丟求問 主動是不是更好 我覺得是 那如果女生說 可是我等一下有事耶 或者是我想回家 那男生就不要再勉強他了 就代表 女生跟你可能今天就到此為止 就好了 那我覺得還有個 還有個使力的方式 就是 很像我現在都有車 對 就是送他回去的路上 可以想一些話題 或想一些方式 讓他覺得一言未盡 喔 就是想一些 就是 跟他能夠更加加溫 升溫的方式 對 我覺得是一些話題感 這些東西 可以讓他覺得 期待 下次的約會 下次的約會 然後 加強那個期待感 我覺得這也是不錯的 我覺得這也是不錯的 最後面啦 我覺得還有一個重點是 吃完 我覺得最尷尬的是 付錢的事情 喔 付錢的部分 我覺得這也是很重要的環節 那我覺得這個 重要的環節 一定要留在我們的Podcast 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 約會要怎麼付錢的話 那大家一定要 聽我們的Podcast囉 對 我們想知道 他投出門 是不是都自己付錢 還是叫別人付錢 就請來看他的節目喔 回台北的路上 由於到達目的地的 預估電量 只剩1% 哎呀 這有點危險 所以我們決定在 虎口服務區先充電 到了現場 出現了一個小插曲 就是這一台充電裝 不能充電 電動車 手充即出包 由於他的App連線有狀況 所以我們就沒辦法充電 那就要排旁邊的 特斯拉的充電裝 那我們來總結這次的里程測試 從97%到22% 總共跑了264公里 小宇老闆 小宇老闆 是 你這個18吋 重量大概多重 大概8公斤多 懸崖喔 懸崖 那有沒有 特斯拉可以用 有啦 一定要有的啊 我自己開什麼車 也不知道 這個是 甘布拉式樣嗎 鋼彈塗裝 對對對 這有對外販售嗎 目前是還沒有 你新樣是什麼時候要出 我到時候跟你接受 新樣是可以 我 5孔1 4.3嘛 對對對 特斯拉就是這一點充分 好不好 要什麼車都能裝 跟日系車都一樣 上次我有聽你說 你也有在幫人家做斷照 也有啊 我們的款式 所有的款式都有出斷照 是是是 而且我們的懸崖還是有 可以客製化而平啊 懸崖18吋 現在一套多少錢 3萬8 那斷照的咧 5萬8 20吋要7萬8 那如果 有來小宇店裡面呢 爆我的名字好不好 有優惠啊 但是 如果說要像Costco那種 買三送給你 吃XX 我們前面的影片有提到啊 我們這一次的北中測試 以你開了三連特斯拉 你有什麼感想 一度電跑大概6公里多 其實還算蠻正常的 蠻正常的 其實以電動車啊 在跑高速來講 對於里程速啊 比較沒有優勢 比較吃虧 比較吃虧 因為它沒有變速箱嘛 對 所以它在跑高速的時候 你可能110 120的時候 其實轉速都是高轉速在跑 所以電就一直是醫師 停停走走的話 塞車的話 當然也會比較耗電 也會就對了 對啊 所以最好的情況 其實是在跑花東那一段 跑花東那一段的話 基本上你就是郊區 沒什麼 紅綠燈嘛 對 車流量也比較少 然後時速都大概維持在60 70那邊的話 其實最電動車來講 是最省電的時候 好 你那台Model 3啊 你最漂亮跑到什麼樣的速度 就大概是 對啊 89那邊 它可以這麼省喔 可是它是花東地區才有 那因為它這台Model Y在電池上 好像跟你們又不一樣 它那個是LFP的電池 建議都在80% 不要把它充滿 如果一充滿的話 就要趕快把它用掉 但是它的重量也會比較重一些 有 重量也會比較重 對 重量比較重嘛 然後好像它的放電的功率 好像會有差 所以說它的加速來講 會比較慢一點 手沖即出包 哇 這一台I charging喔 讓我們在寒風中 苦等二十幾分鐘 不給沖就是不給沖 這個齁 就是特斯拉的優勢了 因為現在 除了特斯拉以外 大部分的電動車 他們的超沖 都必須要仰賴於第三款的超沖 當然可能保時機 他們可能會有一些部分 對 但是以全台的超沖的建構王來講 還是特斯拉是最完善的嘛 先贊先贏 對 而且是 非常的多 那至於你說的說 那它為什麼會有 配對阿 註冊阿 然後 少QR Code 很多的問題阿 就好像你 蘋果的手機 用蘋果的系統一樣 一定是最穩定 最完整的 比較不會有這種 遇到 不明原因的問題 你這台也開了快四年 是不是該換車了 其實Model Y出來的時候 是還真的還蠻行動的 那你換Model Y 你會選LR還是SR 我可能會選LR 它Model Y本來就是休旅的車型 是 那我覺得這個四輪驅動 如果能夠上山下海的話 很多地方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我另外問你一題 現在二手的Model X 100D 大概在200多萬 對 你會不會只上二手的Model X 可能不會 因為它太大台 喔太大 對它車長就超過五米阿 這 它可以先咧 就是多了一些 這些功能 就會多一分故障率 OK好 就反正最簡單的開門 可能會比較沒有故障率的問題 哇靠 整個都帥起來了吧 沒有我們要存電生活阿 電動車必備就對了啦 對啊就沖了電 沖比較久 現在要回家阿 不然走路有點累耶 這個停車場對電動車超級友善的 我覺得這個停車場 根本就是為了電動車而設 電動車一週間 很焦慮嗎 不會耶 其實我講真的就是 時間定好就好 我中間有遇過一次 我只剩10%的電 我到了台北 我只剩10%電 這時候照理說到焦慮 但是我發現其實 因為在台北市吧 我覺得很方便 公有停車場基本上都有充電裝 而且也沒有排隊到 對 所以我們上次虎口服務區 那單純就是個誤會 就是衰 下次我們來做一個極限測試 我那天看到網路文章 有一台2008的電動車 算一趴他還在跑 你知道電動車很難推 而且重點是他就跟iPhone一樣 每一天就是變磚頭 直接死機 他就直接停在那邊 等下你在高速公路開一開 他還給死機連滑都滑不到旁邊去 很可怕耶 見比亞 那優缺點的部分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啦 沒錯 基本上就加速很快 停路邊的時候不用發動引擎 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開心還可以睡午覺 小朋友很開心 因為 他陪我出去辦事情的時候 可能在車上的時候 他會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玩玩放屁聲啊 打打電動啊 然後再開個YouTube給他看啊 開心 缺點呢 我講白一點 除了要做里程規劃以外 還真的沒有 接下來要改什麼 最大的狀況應該會是避震器 小醉震過多 然後偏電 然後所以我老婆是有 有稍稍complete 她就說欸怎麼那麼的 這麼正 對 但是沒有到不舒服 但我是覺得那個地方是可以改善 然後第二個我應該會 最想改的還有椅子 對於我們這種比較肉開的人 他的大腿支撐性很差 像我那天開到基隆 開回來中間遇到塞車 我開了兩個小時 我下車的時候打腿超痛的 就是一種 那怎麼改 Recaro啊 你既然避震器 塞車椅都有了 那我們就直接約利寶啦 我覺得油車轉電車還有個最棒的功能 買鹹酥雞多好用 買便當多好用 欸也是齁 那本以前買鹹酥雞 我們要掛在後面那個 尾門的那個雨刷上面 怕味道震感 現在不用 還保溫 這項配備呢 油車只有一台車有 保濕金 對 所以我買不起 下次見 掰掰